是为自己做的 我也听说 有很多人讲 九月中国南方有灾难 我也有所准备 我把我自己收藏的一套四库辉药 一套笼杖一套大阵杖 搬走了 我告诉大家 我搬走了不是为我自己 我这些东西留给后人 灾难来的时候我会在灾区 那往生多自在啊 有什么可留念的 别人要躲避 我不躲避 但是我要把发包 移到安全地在 让它留给后人 我自己这个生命的时候 还是希望早一点走 如果灾难来了我还没死 那么换一句话说 佛菩萨还是叫我 这个就是应光大师教导我们 叫我们每一天把死贴在额头上 常常想到我就要死了 你还有什么忘念 人有忘念就是他还要学都活多少年 还为这个打算为那个打算 这错了 我们就要死了 我们就要死了 什么打算都没有 什么执着也没有 你心才清净 你心才自在 没有疑虑 没有疑虑 没有牵挂了 现在人家没有负担 没有压力 这就对 所以每天发息充满 你就多自在 你会细心观察 云云众生 可怜 真正可怜 迷惑颠倒 第四四题 他说默学之道 如果想真正念佛求生进土 只有学境请问 对于断请指 譬如像父母之情 夫妻之情等等 应该多听哪一方面的经典 会更有效 更有助于断除 请指 也就是 你老所说的 辅助烦恼 不起信心 我每天我每天所讲的 都是帮助大家 断尽 尤其最近 我们在学习 我们在学习望尽 还原观 特别重要的是前面的三段 那是真知悔 那是助法实相 心一体 其而又 事三变 了不起啊 如果你真地 有少许的 记住 我相信你心地清净 忘念不深了 为什么 了解宇宙人生真相 我们活在这世间一天 肯定是自信信德的流露 这就是现在我们学习的这一段 这都是自自然然 一丝毫勉强 都没有 下一堂哭的时候 是失受众生 没后一段 待众生苦啊 自信发而入世 没有任何理由 就像慈母爱她的儿女一样 她有什么条件 没有条件呢 儿女叛逆 她还是爱她 绝不因为儿女不孝啊 母亲 那个爱子女的念头就断掉 就没有了 从来不会断过的 天心 那我们如果真正明了了 这一切众生的爱护 就像慈母爱儿女一样 众生不管怎么判你 毁谤 侮辱陷害 你还是爱她 你是真心爱她 没有一丝虚伪 为信德 这样的存心 这样的行为 不管怎么样死 你想想看 她死了到哪里去 她也不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 天父啊 她望上身 她不望下堕落 为什么不望下堕落 下面 第一个意义是贪嗔痴 贪多魔鬼 没有贪心 成会堕地狱 没有成会 御痴多出生 没有御痴 跟三窝道结缺缘了 绝对不得三窝道 虽说死好不好 好啊 早死 早上身 哪有这 哪有会有留恋的 哪有这种道理呢 所以这才叫死实真相 你搞清楚了 哪里怕死 没有死 佛法告诉我清楚 自信 不生 不明 只有 在凡夫 没有坚信的时候 只有生辰 生是往天上升 二十八成天 尘是往下堕落 只有这个 没有生死 那么换一句话说 你在这个世间 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 你还是愿意往上升 还是往下堕落 这个是你自己的事情 谁都拦不住 没有人能够阻挡的 这是你自己的事情 第一受物体 是弟子的兄长 自从生意失败 遭受重挫折 之后喜好打坐 后来似乎